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先说一句长 长有很多 没家没墙 有叫壁 门 堵 很多的 长有来界定 例如我们这家床有没有墙 四座墙 家里有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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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里有间 有墙 枢其实有墙 有主人房 柜房 又 grosên房 � ends warming 房 或者房裡有很多墙 如果在主人房的墙 肢去与建议主人房 主人房就只有平常用墙 ciğim 庄是主人房的墙 Universalだ 隔壁成山 厚所许 质有一个层套房 长的是什麽 真的是那种介绍 以及空间分割 这样的意思 长很多 以前中国的国家 有一个城墙位 以前英国和欧洲都是这样 城堡有一个墙 所以 一间屋里室内有墙 一个文宅有墙 一个皇宫有墙 一个皇宫有墙 所以墙是非常多 比如我们看到这个墓形 这个墓形 这个墓形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 我们看到 这个墙有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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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幅墙的名字都不同 很多墙 如果那墙墙就不是墙 就变成大家地 这样解释 墙有很多种 我们说了 亦都分开了很多种不同的名称 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围着 这个墙当然是一 好了 这个我们看到了 这间屋 居住宫前去过没有 上香 这个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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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台基 上面有几种物 这个墙 墙那种 墙可以用砖器 用石头器 大家盼着 用什么 有没有见到坑土 坑土 大力 大力 什么坑土 我说用板做个模型 把泥放进去 泥用什么呢? 用沙、泥、糯米汁、糯米饭 加些红糖、黄肝草、石灰 因为糯米很滥性大 红糖更加滥性大 但红糖和糯米可以吗? 不可以的 因为很好吃 所以一定要加石灰 石灰第一是披霜 第一是赶走昆蟲 否则那些蟻、牢牆有牌食 除了红酸之外,亦都用坑稿 有时没有坑稿,用石头都做的 例如我们见到这间是红石灵梯的 工厂就出现出来的 现在看不到,红门门市澳会有关的大约 看不到,海霸街 海霸街,要海霸街 真是德华公园那些 或者我们见到,这些叫卵石 或者我们见到整幢的 这两个卵石,你说要石头砌? 这是荔枝庄 荔枝庄是荔枝庄 不是荔枝庄是荔枝庄 那时候砌浸水庄,砌了之后浸灰 不可以了 这些 冰州,冰州水冬 那些是叶岩,那些叶岩 那些叶岩可以入气 最重要是用石头 叶岩的石头,这些全都用,圆岩的,就地材 这些属于什么? 都属于石墙 石墙,这些是 烹土就是我们说,打紧它 打紧它 有些是整幢墙,分屯做的 有些是一块一块做之后砌上去 砌上面砌上去之后,就用石灰 碎,糯米,磨滚草,加烏烟,做了一块浸 那时候没有银泥,放上去 这些就是坑堵砖,有些坑堵墙 譬如我们看到,这棵墙 看来好像是用砌砌的 其实不是的,这是坑堵墙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重修装修的时候,就有一个挖 挖出来,看到这棵墙是这样的 这里是这样的 只是坑堵墙来的,只不过是善了口灰 所以这棵墙是坑堵墙 通常是比较薄,或者干燥的地方 这棵墙是坑堵墙 清楚看到吗? 这棵墙很实际 因为这棵墙是一层百多年 曝光那时是这样的 但你看到这棵墙很重要 留在村上,这就坑堵墙 这个,我们下次会看到了 而是这个一点,专专重修,衣服是不整的 喂, teng吻 Mum,这个坑堵墙 告诉我,这个是坑堵墙 这一棵墙就很够 然后送 åt, 또听偶,这是坑堵墙 衣服都坑堵墙 为什么呢? 我们不知道 因为当时,重修的时候 要用钵机,如何 opinion 钵机 Reynahtїук 他就抓住司機,打電話給司機的弟弟,拿著另一架機車出來 那天看到司機爽身了,這幢牆爛爛爛了,誰會去? 我都陪了,於是要重修,知道這幢牆是坑土牆來的 所以以前的目標,坑土牆做的事,果然有人做到 我們看到這幢牆是新的 有時坑土牆很多,很多很漂亮的,但有些很瘦皮,不懂怎麼做 譬如我們看見是在舊舊船,然後有岩甘灰,就浮回它 又找了很多船,這是一個舊船來的 剛才也記得石屋牆,都是在舊船,為什麼呢? 還是用意氣,就是整舊船 但是不一定有石腳,因為在舊板地上,所要的事會很瘦 石架是不全濕的,等於我們全所一樣 所以一定要有什麼所謂叫石腳,上面是鋼 這是磚嗎? 不是坑土屋 這是磚來的 這個坑土磚 因為你建的包子這麼大 很大工程 要做石屎板 這樣就組成了 每一塊之間 用糯米 石灰 紅糖 把黃鑊鑊 讓我們的雞仔網 這裏你去過嗎? 黎智窩 去過黎智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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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吃雞,去到某些地方 現在還在這裏 這個黎智窩 牆是一種 很多種 我們有所謂樂牆 不同的名稱 不同的位置 不同的功能,有不同的名稱 通日牆是甚麼呢? 牆是分隔 譬如這個 一棵牆 這邊是一個建築物 這個就是一個圍牆 這個應該是大夫弟 這個 先講山牆 山牆就是建築的側根那麼長 旁邊的側根也叫山牆 這個就是山牆 這個就是山牆 總之是側根的工牆叫山牆 這個山牆 好,濫牆就是正面或者背面 上面有偽窗的牆就叫做濫牆 上面有偽窗嗎? 這個是濫牆 或者我們看到正面 有偽窗,這個叫濫牆 是濫牆 這個是東話文律館 東話文律館 東話文律館 去過了嗎? 去過了 去過了 好了 那廊牆呢? 廊牆就說 是前後鹽狼兩側頭山上 走出一場 不明白 在這裏 這邊是山上 這裏是山上 這裏是兩側雞 這裏是走廊的牆 這裏是屋過這裏的牆 這裏就是山上 走廊的牆 就是走廊的牆 就是廊牆 很容易叫 廊牆 這裏就是廊牆 這裏是甚麼牆 這裏是廊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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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廊牆 廊牆 沒錯 楊 completed 對我們很有信心 這裏是廊牆 這個叫甚麼人申 我们有很多门,不信任广播 屋营,有山盟,有玄广 没说到,没说到,没说到 好了,我们看到了,其实我们看到了 这些行不行,廊场是哪儿? 这儿,是这样的意思 浪海的原因,延场,延场公明是在延口下面的墓场就叫延场 前面的就叫延后面,后面的墓场 但是一个分析我记住 有些在屋下的,封住那个延楼的 或者是延传的,就叫封户延场,不明白,说一下 好了,这里是延,现在的墓场是否整个封户的坑跳 这边是墓场的,没有啊? 这个墓场是墓场的,是墓场的,明白吗? 不知道我说什么? 应该整个人看得到怎么办 我会看到,这里有墓场的,应该是墓场的 这里有墓场的,应该是墓场的 那现在,这里是否遮住墓场的 在这里叫封户延场,封户延 这里是不是?这里不是的 这里有墓场,这里有墓场,没有封户延场 那这个是什么墓场? 封户延场,等一下再说 第一件事你明白,什么叫封户延场? 封户延场就是封户延场的 看不到封户版的,封户看不到传的 封户看不到劍角的,封户看不到坑跳的 银户看不到,这样是墓趋劍户看不到 之外,全房建户看不到 这个也是这样,这个是没有封的,这个是厌场 封着就叫封户,这个是否封了,这个是后面的封户厌场 记住这个 这个灌场,灌场就是说,通常在角头上 上面有栏杆的,那些叫半长,这些叫半长,这些叫半长 如果这些是胸顶,就不是叫半长,即在里面一半高度 这个不可以叫难受 不是,这些都是叫长来的,这个也叫长来的,不是叫难受 为什么呢?这个特别是这个,这个是一个半长 这个有点叫难关,这个是特别的,这个是半长 好了,门长,门长就是门口的正面 这间屋哪个门长呢?门口平的门长 这个叫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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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长 这个是什么长 门长 这个是什么长 门长 这个是什么长 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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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弯长 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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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延长,这个是梦长 然后室内,与那个延长平衡的室内间隔长 我们分为间隔,叫什么?就叫做线脸长 这个是二进,这本一幅墙在这里 这幅墙很多线开半的,这幅墙在这里 其实将这个二进分开大小边 这个叫做线脸长,通常在旁边是可以的 这个是什么?线脸长 遮住一半,这叫线脸长 刚才有洞也没有洞,都可以的 这个是线脸长 如果是整个门墙就遮住了 这个就有线脸长 这个叫隔断肠 刚才我们说的打横遮住,现在是打洞隔开的 这叫什么?隔断肠 通常会在寺床里面 这个是山墙,这个是什么?后缘墙 好了,开了三架,为什么呢? 通常在寺床都会冲进去煮电 这边是祭祀的延难之事 这边是配洞池 这幅墙,首先是分隔开三架 所以叫隔断肠 隔断肠 就是这样的 隔断肠 一架,两架,三架 隔断肠不是去到延某 为什么呢?因为被人走过去 拜员主的就拜到那边 走过去,这幅墙是隔断肠 这幅墙是什么? 山墙 跟山墙平衡的分隔室 就是我们叫隔断肠 隔断肠 铝益肠 就是城墙上的矮墙 或屋岩部分的矮墙 这个是福岩来的 这个是长来的 为什么是长?因为没有蓝호 是密金,这幅就是矮墙 所以屋岩上的矮墙 就叫铝益肠 故事就是说 清智路易赫赤 入侵中原 當時下令全國國地要修緝長城, 每一家人都要派的兒子出來修長城, 當時有個男生女兒派了女兒去, 皇帝很開心地大上三軍, 有婚去起場,人都會掌上去, 發覺原來起場是女兒, 女兒不可以鬥這件事, 所以皇帝人們不高興, 不過皇帝也挺漂亮的, 那次下令將皇帝人趕緊一點, 趕緊一點,即避免風水,趕緊一點, 所以城牆不是城上最美的一個女兒, 城牆的皇帝也叫她女兒場, 所以女兒場是西式, 柔柔人,中式都有的, 這是女兒場,很多時候都會見的, 好,我看一看, 這個就是女兒場,這個就是女兒場, 屋頂上的女兒場就是女兒場, 這個,這個什麼? 這個,整組戲,又陀風又陀腾又陀腾, 這個叫什麼? 打架,這個呢? 方,這個呢? 江泰, 對啦,江泰,不要吐了, 那這就是王分集主的, 要住啊, 這個是什麼主啊? 鹽柱, 這個呢? 酒廊柱, 廊柱, 這麼簡單的, 好, 好, 是女兒場, 這個是大鋪頭, 劉公堂, 重修前, 就是這樣的, 重修前是一個, 這場很美, 又不捨得擦她, 她看呢? 她就將她, 是女兒場來的嘛, 她就將她擺到女兒場, 她就問女兒場, 變成了一個工藝品, 那這個呢? 那這個是不是女兒場? 不是啦, 因為她將她弄成一個什麼? 硬山頂, 就變成了, 上面是一個斜坡, 所以, 很多女兒場的地方, 就變成一個屋頂, 女兒場放在裡面, 她說當時, 這個派避不是這個位置, 不知道該怎麼說吧, 不要理會她了, 還有, 院場, 還有, 院場, 院場, 其實就是告訴我, 這個地方是我的, 這個地方是我的, 這樣就告訴她, 通常是這樣, 這個地方呢, 就是一個, 例如我們叫一個院場, 公園的院場, 這個地方, 同那個地方, 因為有什麼? 有牆肌, 有牆身, 有牆身, 有牆頭, 這叫做院場, 這叫做院場, 整個, 整組, 叫做院場, 牆頂, 牆身, 還有什麼? 牆肌, 這些呢, 都要用的, 全都齊的, 都要齊的, 好了, 這些呢, 圍住的, 就是為什麼圍住呢, 外面已經不是, 我這個物的範圍, 就叫圍, 在我公園裡面, 分隔的不同, 就叫做院, 明白? 我公園裡面很多格的, 在公園分隔的, 剛才呢, 我們一起叫做院場, 因為這個是公園的, 這個也是公園來的, 這個不是, 這個呢, 外面呢, 現在可以移住, 美副身處, 公園的公園, 裡面才是, 嬴南之鋒, 那這牆就是, 在一個院界, 就用了圍牆, 圍牆, 圍牆和圍牆分別, 明白? 就是這樣解釋, 這個圍牆, 圍牆, 好, 粉牆呢, 通常在庭園裡面, 為什麼呢? 因為通常都是, 在那些, 樹邊, 或者水邊, 樹邊, 那些樹, 風吹來養一養, 就在一個幻燈牆打上去, 通常的, 白色就是這樣, 叫粉牆, 水邊, 樹邊, 用來間隔, 這個也可以叫做, 軟牆的, 特別白色, 我們給它, 它叫做粉牆, 就是這樣解釋, 看這個圍牆, 花牆, 花牆, 其實都是一個動物, 都是軟牆, 只不過是分隔了它, 牆裡面有很多不同的空氣, 它有不同的難關, 我認為難關是很矮的, 牆很高的, 這個我叫做花牆, 例如我們看到, 這個就是花牆, 為什麼呢? 因為, 很多難關是通風的, 這些是花牆, 這些, 這些, 好了, 另外一些呢, 叫做劉槍牆, 我們講槍, 我們講劉槍牆, 劉槍牆, 為什麼呢? 通常的槍, 槍呢, 在我們的視線, 即是大高氣四尺, 那麼高的, 那麼, 還有什麼呢? 第一,它起了個場, 起了分隔, 就把那邊的風景, 和那邊的風景分開了, 但分開了, 不靚的時候, 就用那些, 用槍框, 通過槍框, 就要借景, 拍了另一個景, 所以我們看到, 這個叫劉槍牆, 有劉槍牆, 就是這個意思, 這個劉槍呢, 各方面一樣, 有些動槍有個洞, 有個洞, 有個洞, 不同的叫集錦牆, 這些是劉槍牆, 全部都是劉槍牆, 都是我們眼中的位置, 拍出去的, 好, 造影場, 扮東西的, 為什麼呢? 是, 有平的, 有彎的, 很多不同的形狀, 一動槍過去, 這些叫做影場, 造影場, 這個意思, 這個就是我們說的造影場, 這個, 這些動槍呢, 就在公園裡面了, 公園, 這個動槍, 這個就是造影場, 平的, 這樣去, 這樣做影場, 即是不是樣樣的, 好, 滬身場, 我們說了, 滬身場, 為什麼呢? 就是不讓人有危險, 跟難學不同, 難學有拉, 滬身場通常怎樣呢? 在馬道, 走馬路, 馬路, 山路, 樓梯, 哪個場, 叫做滬身場, 這個滬身場, 這裡呢, 彈光, 下雨, 分開, 這裡呢, 我們在這個, 下去的那個, 老班廟的途中, 沒有拉, 都沒有出現, 老班廟, 這個就是我們叫做滬身場, 風火場, 這就是, 中國, 南方的屋子是很密的, 屋子是穿陷的, 就是火燭, 當有火燭, 當有火燭時, 如果你起火, 就怕燒了別人, 人起火, 怕你燒了自己, 於是, 屋子之間呢, 就一定有牆起高些, 我們阻止火, 不會燒過來的, 那叫做封火場, 封住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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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住火場, 我們看到這部屋子特別高, 假如這個火燭, 它要燒到隔離, 如果隔離火燭, 我燒不到你, 那已經高出來, 我們給予恆, 叫做封火場, 封火場, 封火場, 封住火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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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洁落山场一层一层下来 这个是洋山山,这个是山场 但我们见到山尖也见不到 因为它是很高的 一块、两块、三块、四块、五块 这样就很高,火烧的时候 人员会烧到它,火烧到隔壁 为何要做这些东西呢? 因为北方洁落山场 一层一层,两层三层下来 为何要防火烈? 这些是什么? 这些是女人,她是妈 这些是围龙的? 这些是围龙的? 这些是围龙的名称,不是围龙的名称 这些是什么? 山尖 山尖 这些是尖 这些是什么? 山尖 山尖 先说你们的尖 这些是尖兽 那些是尖兽 那些是尖兽 尖兽 尖兽 五号朝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经常说天上有五号 前面是猪杖 后面是炎武 左边是青龙 又是六八虎 中间是什么? 光龙,即是五号一本 为了要跟天交通 所以中国的大地都有五个山 中和是什么山? 少林寺的那个 松山 东面是泰山 西面最威胁的是西华山 而北面和南面是恒山 恒山 这就是五号 这个呢? 一个平均是向天 一号 两号 三号 四号 五号 这些是庙子 即是说 我们在祈求上的时候 我们说的东西 会通过五号 五号 四号前图上 这样两下 这样就不会再回答 这样 这样 这样一样 这个呢? 这个我们叫做叶博山 好了 刚才你的问题 好了 这个 刚才你说 好了 这些有些是什么呢? 有些是用皇耳 皇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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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我们主宠的那个 那个姓的 有些呢 就是观音兜 什么观音兜? 我们看那些观音大事 是杜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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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叫做观音兜 那也会说 通常有皇耳 就说是有一个功名 功名才可以建一座墙 所以叫做观母 其实应该正式 叫皇耳墙 或者是观音兜 但因为有功名才可以 这个是车功耳 车功耳不功名? 有 车达元帅 元帅也有功名 有理解 所以身体的房子 有个皇耳 其实它是中了 中了六九 有功名才可以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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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所以你刚才说 这个观母就有理解 这个 所有的观音兜 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栏山顶 你想想圆山顶 行不行? 没有 因为它是什么? 它是黏住的 它是山上的 那么大 好了 码头墙 也有山上 但因为 那个瓦扁 不是这样排法 比如我们看到 这里的瓦扁 有没有瓦扁? 没有 只有一个 马头墙有瓦扁 正宗马来墙 找不到 比如这个 这个 这个是否 1 2 2 3 4 5 都是这样 但是它是做的 硬山的形式 那只 硬山的形式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 又不是 这个是平顶 这个是硬山式 硬山式 硬山式 这样 但是 这下面 就不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 一边咳 一边咳 就是有一条 有点咳咳 有个咳咳 就是在上面 接着 有个瓦桶 那样 就是说 如果我们这样看 其实这个是如何 它是一个很小的 金铁银 这个有一个尺 这样的话 这样就不是叫做 不是叫做 摩头墙 摩头墙 是这样 就是这样 有多少块 下面 一块就去的 刚才我们叫它 就是一块尺 它就去的 就像是马中墓 那样 跑一次 马中墓 这样就飞起 这样就叫做真正的 马头墙 刚才那些 这个 其实我们不是 我们叫做 五岳前天 都是 五岳前天 分开它 它出来 它是一个马隻 不是瓦片 但是这个是瓦片 是不是瓦片 一股一股 就像我们骑马 马中墓 分出去 正中马头墙 这些在哪 在安徽 这个就是黄元 安徽 那些马头墙 很多 马中 马中 我都叫马头墙 那些 好了 才有个功能 才可以起一个 这样的 刀出来 这个 所以 刚才说 我们的官帽 就说这个 其他不是叫官帽 这个 就是 全香港最多 王二墙 在哪里呢 就是西贡 很多 为什么很多 因为 这个是官帝 官帝的地方 这边 就是天后梁 哇 两个功夫 一个梁 是官帝的地方 所以很多王二 这里 很多王二 全香港最多王二 的地方 这叫王二墙 就是这样 好了 王二 可以 正一种 刚才我们说到 我们香港见到 其实有这种 我们叫做五行山牆 五行山牆 就是说 当我们起家的时候 我们找一个 很有名的 一个学者 他就会看 我们的主人家 他的名物 他的名理 五个童呢 就是 什么 就说什么 例如主人家 他是欠水的 于是他家里 就是水型的 主人家欠木 欠金的 就是金型的 这就是 这就是 所谓的 伦理性 但这通常 在福建 潮州 最多 香港就很少 很少 好了 我们分开 金型就是这样 结果的 这个是适色的 固臂人的 木型 是古零头 这个是一致面的 空的 这是是一致的 鞛ド 其中 水形呢 金型是圆的 木型是直的 直的 水呢 是波 ramp的 很少orig 你看到这个 一个圈,两圈,三圈 火是尖的 土是平的 香港找不齐五样东西 这个是什么形? 金形是在海陸风那边的 这个是什么形? 木形呢? 直的,这样的,这个木形 都是山场来的,这个都是风火场 这个是什么形? 火,火形 这个是什么形? 这个是水形 这个是水形 这个是火,火最燃的 这个是火具,这个是火最燃的 这个是火的 好了,这个是香港最多 木,直的,这样的木形 这个是什么形? 这个是河南式山场 是的,这个,不要说水形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是直的 水形是弯的 一个弯,不是河南山的弯 这个是欧洲式的山场 通常欧洲山丹 是河南最多的 所以我们的河南是山场 因为它为什么要知道呢? 它上了一个火 所以它突然进修了 所以不要当它是水形 记住吧 这个我们叫五行式 谢谢啊